台湾青年王晨毅在大陆接种疫苗时 将自己的接种过程拍下 并制作成Vlog 在自己的媒体账号发布 以此向台湾岛内相亲 介绍大陆疫苗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近日 王晨毅在广西南宁市 参加百名台青体验在八柜系列活动时 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 王晨毅称 网络是没有界限的 他作为从事自媒体工作的台青 有必要通过自媒体 将自己在大陆所见所闻 真实地在线给岛内民众 我也是光用我自己去打疫苗的时候 制作的Vlog 我也告诉其他的台湾青年 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打疫苗 不痛的 是不痛 很多人害怕痛嘛 那我就自己扎的时候 我就请人拍 我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不痛的 因为以现在的传播 我是相信在自媒体这块 我希望可以透过镜头 可以给到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不是只有电视上面 所说的那些 其实我们自己根深在这边的台青 可以出来做证明 目前王晨毅已完成第二剂疫苗的接种 让他感到新交的是 目前在岛内的家人都还没打到疫苗 王晨毅表示 希望岛内有关部门 能真正了解到老百姓的需求和愿望 及民众之所及 让岛内乡亲都能打到大陆疫苗 王晨毅告诉记者 他去年曾多次前往湖北 了解疫后真实的武汉 在黄河楼上 王晨毅手举自拍杆 不断用手机拍摄视频 他通过视频和直播 不断地和岛内民众分享疫后的武汉 在参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时 他被逆行医生的勇敢感动 王晨毅认为 有些事情一定要看了 才知道是否正确 无论面对什么 两岸都应该一起携手面对 特别是面对疫情 两岸的骨肉兄弟更应该相互支持 在后疫情时代 两岸要开展更多交流 让更多岛内年轻人 看到大陆的发展机会 第一个除了疫情的一起防疫以外 还有更加多一点的交流 因为很多的误会是来自于没有沟通 那我是觉得这个时候是 需要更多的交流 更多的沟通 以及让更多年轻人 看到这边的一个机会发展